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福建2019年生产总值反超台湾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据我分析说这是两地经济成长率差异的必然结果 也有观点认为说呢 台湾这些年陷入政党恶斗 所谓台独势力自以妄为 让两岸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您如何观察这背后的因素呢 那么在过去20年就好了 其实这时间不用拉得太长 因为20年大概就是一个世代 那么你看到福建那种高速成长 而台湾呢 其实在这20年就是像归步一样的前进 我觉得这20年是一个最鲜活的对比 我仔细观察呢 大陆在过去这10年当中 有一个很明显的 你们叫做腾龙换鸟 就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就是呢 把这一个工厂 很快的转换成为市场 就用大规模的市场 然后呢 用市场规模经济的方式来带动 这个部分台湾只有2300万人 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复制 这种规模经济的 那我们要复制这种规模经济呢 唯一的方式就是 融入一个大量人口的经济体 其实这一点就是台湾在过去这20年 措施的机会 就大陆一个大量的一个 这个人口的经济体 其实台湾如果能够融入的非常好的话 其实台湾是有很好的机会 可以跟着这个同样的速率去成长 那第二种选择的方式就是 我们去做一个完完全全开放的自由港 不管是像香港或者是新加坡也好 但是我们也没做这样的选择 我们选择的是对很多地方 东卡卡西卡卡 东不开放西不开放 所以我觉得台湾呢 措施了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感 这个方向感是 要不我就是融入中国大陆的经济 成为一个规模经济当中其中的一部分 要不我就是作为一个完完整整的自由港 然后我去享受在中国大陆崛起当中呢 我在它的旁边地缘的关系 我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借由这一些转口 或者是一些这些转机的这种 中枢枢纽的这样的地位 我可以获取很大的一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我觉得我们措施的其实就是这一些 因为方向目标不明确而失去的可行性 我们不管是就服务业的角度 或者其他相关的传统产业的角度 那以至于更高阶的比如说金融业的角度 我们的停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觉得福建的GDP的超越 在台湾来说现在呢 已经有一点点麻木了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在未来的20年 做对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台湾去面对这些问题 应该有的最好的态度 那刚好这40年来就是中国大陆最发展的 台湾都在搞政治 没错 这些年来 那尤其民进党政府他是非常恶劣的 你在台湾看到他的治理能力是没有 可是他很会讲大话 那他又掌握台湾多数的媒体 所以他讲很多东西很漂亮 他忘记了别人在进步 所以很多人把福建拿来跟台湾比 这个是没得比 为什么没得比 因为是台湾一直在推步啦 我老实讲最主要是你在推步 那别人的进步它就变得更快 你用整个福建的方式来看台湾 台湾现在其实很多事情被抛得很后面 尤其今年的疫情以后 因为台湾信心满满 觉得说自己已经抱上美国的大腿 那美国现在跟中国大陆正在有贸易战 所以他能够真的一席之地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空泛的 就你完全看不到实质的那个 像我会常常去夏丰大学 或者跟那些学者谈 过去他们也是很羡慕我们有某一些东西啊 那现在不是了 现在说你们好可惜哦 碰到就好可惜哦 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们好的机会在哪里 在于民进党在台湾这块岛上搞内斗 不是他执政他就捣蛋 他执政他就把很多好吃的东西都吃干抹净 封给他所有的人 所以你看到了这些好机会的上市哦 其实将来还会更严重更严重 我们也注意到呢 厦门大学台研院前院长刘国申教授就表示 两岸关系主旋律从中国大陆的代表权之争 转进到治理能力之争 从意识形态之争转进到美好生活之争 他认为啊福建2019年生产总值超越台湾 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您怎么看呢 你整块土地所有的中华的人民 这个民族要强大的话 当然共产党是一个领导的嘛 那我们今天看到 就是说他的治理能力 其实我们都一直看在眼里啊 发展才是硬道理嘛 这几十年来哦 你看他那种建设 你现在不管是铁路 不管是烂车高铁 要去扶桌要去哪里 我有一天我就想说 我应该去李嘉诚的故乡吧 我就从金门坐到夏门 夏门我就买一张高铁票 高铁票我都记得很清楚76块 我就去潮汕 去潮汕 然后跟那边的朋友讲说 我要到了 我们就去吃个饭 吃一饭然后逛一逛 就回来 两三个钟头你可以看看 就你就可以在交通上哦 让很多过去没有被发展到的地方 它马上就被发展到 我们金门 大小金门要盖一座桥 叫金类大桥 到现在已经盖11年了 还没盖好 多长呢 多长 讲起来不到两公里啊 为什么要盖那么久 他说因为有多少东西要克服 你如果去杭州汪 看人家那个桥怎么盖 你就知道你讲那些克服都是鬼话 对不对 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去做事 这个就是执行力 就是说你要不要做到而已 你当然困难会非常多嘛 但是在金门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工程 都做成这样了 你知道为什么做不成 因为第一家飙到的厂商 他们就 民进党就反对 就开始去搜索很多资料 说有一家厂商 跟中国大陆有 有点往来 所以那家厂商做了一下就被 踢走 他已经开始动工了 你知道吗 就他们用很 用很卑劣的手法去影射你 好像你 你这个桥就有中枝在里面 就变成这样 一个桥有中枝又有什么了不起 他就会比较容易倒塌嘛 他们那种 匪夷式的讲法 你知道在岛内有很多人跟他唱歌 那有时候我们看了就很趣 就说 为什么不好把精力放在建设呢 你每天搞政治 搞政治没有错 民进党的选票会 会越多 因为很多人就 就被他蛊惑了嘛 但是你在经济 你看到福建 看到厦门 这一波接一波 这些数据其实都没有什么好奇怪 台湾到现在为止很多东西 他还是留在嘴巴在讲 那讲 然后讲完了就没有了 讲完以后以为做够了 就就变成这样 所以台湾如果在这样政治一直搞下去的话 那最后老实讲就是四个字死路一条 应该说啊 福建经济的发展对于台商台胞都是有利的 特别是福建正在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那么要如何创造双赢的局面呢 广告回来 我们接着聊 福建是大陆离台湾最近的省份 在两岸合作交流当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也吸引了大量的台商台胞前来发展 应该说啊 福建的经济发展对于台商台胞都是有利的 特别是福建正在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那么台湾同胞可以利用福建 怎样来更好地融入大陆的发展 进而创造出双赢的局面呢 福建跟台湾有一些很特殊的地缘 跟语言文化的一些融合的地方 其实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对台商来讲到福建 或者是说其实你必须要思考的可能就是一个 整个中国大陆未来发展的利基点会在哪里 过去台湾其实只看重的就是 大陆大量的劳工 廉价的劳工 这个时代当然早就已经过去了 那我其实印象很深刻 香港的这一个经济学家 刘尊义刘教授 他是计量经济学的专家 那么我曾经跟他对谈过 然后也看了一些他的这个研究报告 他里面其实特别提到说 大陆现在呢 还有两个优势 还没有发挥的淋漓尽致 第一个大家都讲说 大陆的城市化 还在继续发展当中 那城市人口的成长 是会远比过去还要来得更快的 所以那个快速的城市化 所带来的内需市场的一个蓬勃成长 这个是台湾 如果有远见的台商 要去能够参与融合的 他说第二个很重要 大陆其实有一个 这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那就是呢 他其实是可以发展创新经济的 因为他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可以不断地实验 我新发展出来的创新经济 那么今年看到中国大陆 其实重点放在新基础建设 其实也就是要为那个创新经济 打造一个很好的 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环境 全世界这么用心 在打造这种新基础建设的 几乎是绝无尽有的 我觉得台湾其实要看清的是 这个机会是这样子的机会 那么如果有能力去参与 其实他就真的有可能成为人之角龙 这个是开放给全台湾民众的 所以台湾朋友现在你要看 就是说在台湾有没有相当的机会 如果你没有机会的话 其实福建是一个最好的平台 现在台湾的投资环境老实讲并不是很好 因为政府他没有一个政策 蔡政府想的就是政治嘛 我每年去下门至少都五六次 七八次都有 我就是看他在怎么进步 就在19年两岸小三龙 我在进门我就 我就看他怎么在进步 然后看到现在已经 已经知道台湾再怎么讲也赶不上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政治制度就是这样 要去罚众其从 然后你要去做一些主张 不是你内心自己也认同的 可是可以获得选票 那最主要是这样的制度 很多人讲台湾的民主制度或怎么样 民主制度当然全世界可能是走这个 可是在台湾它已经变成是一个民粹 所以变成很多政治人物都要去迎合 包括国民党你知道吗 那很多机会就慢慢的流失 所以我看到了最浅显的例子 大登岛 现在那边的机场快盖好了 这下门最大的机场 这个机场叫祥安 那这离金门只有五公里 其实对金门来讲是太好应用了 你这么近的地方 它是一个比现在下门的国际机场还大 还方便 那这是一个国家 它发展地方的一个高度的进步 大家都可以充分用 这里你要国际衔接 或者做生意 或者商务人员 它其实是非常的方便 下门早早 跟这个岛早就相通了 我们走祥安隧道的时候 哪里都可以去 如果金门有一座大桥 可以从金门连到祥安 那整个金门就是跟整个夏门这个湾区 整个都连接起来 这种概念其实我们很早就有了 但是是没有用的 因为谁只要同意的话 谁就是卖台 在台湾只要用卖台 大家就不敢做 那我觉得台湾太政治 我老实讲 我就要把经济发展好 那这个其实是现在最需要的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台湾同胞其实的机会非常多 你只要看台湾哪里不能做了 你去中国大陆找机会 那语言相通 风俗习惯相通 很多机会其实是可以去 所以台商要把眼光放眼一点 不要把自己限制在台湾 因为台湾这边只有政治 你做得非常好的话 政治的人就来勒索你 我讲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把眼光放眼 最好的地方 其实就是你值得打拼的地方 我们也真心的邀请这些台湾民众 可以有时间多去大陆走一走 看一看在改革开放40年 所发展出来的经济奇迹 我们也期待着跟台湾同胞 可以去共享 也希望台湾同胞在大陆 也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大陆民众对于台湾人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亲情的这种温暖 我们也真心的希望 两岸的中国人携起手来 我们一起去赚世界的钱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福政